的確因為現在疫情都還在發展當中 也就是說不光是台灣 其實全世界都還在對付疫情 每個國家可能都已經是忙到 這個焦頭爛額 所以你監委這個時候 到底是要調查什麼 那立這四個案子也的確 是有立這四個案子 那問題是你們要查什麼 來正好 在這個當下 全世界可能都還來不及 去跟中國究責 那既然有這個台灣 這個自己前方還在打仗 還在吃這個吃警的時候 後方竟然急著要去立案 要來調查 所以我們看到 監管林玉蓉就說了 目前還沒有說 這完全是捕風捉影 現在疫情還在發生 等事件調查結束 才有完整的調查 那這不是廢話嗎 那為什麼這個時候 要去立這四個案子 其實這就是標準的 前方吃警 後方緊吃 對不對 就是有一些人好像不出來 刷刷存在感不對勁 對不對 其實坦白說 就是說這四件事情 三加十一的決策過程 疫苗購買的決策過程 還有移工人權跟阿公店 這四件事情坦白說都可以查 可是問題是我們談的是 到底需不需要在這個時候來處理 這件事情 有這個急迫性嗎 因為這樣子 這件事情 當我們一起慢慢慢慢淡下來之後 我們要回頭去查 去究責什麼 但大概大家都沒有意見 甚至在這個查的過程中 可能也可以釐清一些事實 譬如說後來呢 假設三加十一說 陳中說他扛了嘛對不對 後來發現不是他扛 也可以幫陳時中洗刷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查坦白說 都是監察委員的全責 可問題是你在這時候查 大家就覺得怪啊 所以蘇貞昌這時候 其實坦白說他說的是對喔 不要在這個時候去苛責陳時中的防禦團 對嘛 不厚道也不公平 可是呢 對我來說最荒唐是什麼東西呢 這個時候 既然有國民黨朋友跳起來說 蘇貞昌跟監察院一個在演黑臉 一個在扮白臉 蘇貞昌是白臉 監察院是黑臉 其實呢 兩邊是要加起來一起護航陳時中 其實這件事情 坦白說 當不管你要做什麼事 陳時中被移送監院 對他來說都是一個壓力非常大的過程嘛 就像我們普通人要跑法院一樣嘛對不對 尤其是你每天那麼忙 早上要去立院備徐 下午呢 要開記者會 晚上呢 要整理一整天的疫情 然後隔天早上又要到同樣的事情 其實在陳時中的過程中 不斷去處理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 很辛苦 而且喔 老實講 這是不要整垮陳時中啊 其實坦白說 你這樣會讓他有些決策 都會受到影響啊 其實我坦白說 我覺得不管說 最後是有罪無罪 或是有沒有缺失 可是光是這種不斷往返的過程 對陳時中來說 現在壓力 不管是生理上心理上壓力 我覺得都很大 在這個時候都不移 甚至呢 疫情下 移工人權的問題是歸誰 苗栗縣勞工局 比如說萬華阿公店 茶室歸誰 歸柯文哲 你這件事情要搞清楚 你不可以對著陳時中嘛 你把陳時中找來問說 你怎麼給移工吃到很爛的便當 只有白飯跟雞腿 這不是他的權責 這是苗栗縣勞工局要去處理的事情 然後萬華阿公店更不歸陳時中管啊 這長期在柯文哲的眼皮子底下 全世界都知道那邊在非法一夜 可就柯文哲不知道嘛 這件事情 我覺得其實坦白說 我到現在有點看不懂嘛 所以呢 現在一開始說 放出風聲說要調查 現在又說等疫情 現在疫情 監察委員又說 疫情還在發生中了 等事件結束後才完整調查 那你現在講幹嘛 你現在講的不是干擾大家嗎 給陳時中壓力嗎 所以我覺得其實很多事情 我覺得有些是豬隊友的感覺 就是你不需要在這個時候 做這些事情 會讓我們覺得說莫名其妙 對的確 特別是疫情都還在發展 所以這是看起來 就是一個標準的 前方疫情吃緊 後方呢 緊吃啊 還在準備立案調查 來實期 所以我們就說 陳時中過去一年 防疫的成績 有功無賞 現在疫情一有個變化 打破就要賠了 我覺得有點離譜 陳時中作為指揮官 他其實500多天的日子 完全沒有休假 每天忙著這些事情 然後就像剛剛正好講的 他每天要看這些個案 然後知道他們從哪邊來 然後他們要去住哪邊等等 每天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 這個時候監察院說 好我們要來調查 那個對指揮官來說 當然會是一個能量上面的消耗 為什麼他會能量上的消耗呢 因為他每天光處理 疫情的這一塊 已經花了 每天到了加班的時間了 三更半夜 他的沙發都睡出一個頭的形狀了 但是如果監察院今天 要約詢他的時候 他必須放下手邊的工作 調查疫情的工作 然後去整理 不管是3加11或者是疫苗採購的 種種文件以及檢視說 我曾經開過多少多少的會 每一場會議 哪一天誰參加 他要去整理這些資料 來應付監察委員的約詢 那你說他在整理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是不是就必須一天24小時 他如果要處理這些的話 他就沒有辦法去處理這個疫情 他就必須兩點鐘的時候 就不能很可能就不能夠 在這邊跟我們大家講說 今天的狀況是怎樣 有沒有擴大 還是往好的方向發展 所以其實大家都需要說 一個指揮官 他必須在這個職務上面 幫助大家判斷分析 以及如何防堵 這件事情對於各國來說 現階段是最重要的 那至於監察院為什麼會做這些事情 有很多的監委 他們在看到這個新聞之後 每一個人都說沒有啊 沒有啊 他們都不知道啊 什麼時候邀約 當事人的監委都說不知道這些事 那消息從哪出來 消息從哪 這四個案子又是怎麼出來的 我知道監察院 他現在仍然存在 他還沒有被廢 他當然也必須做他應該做的事情 或許有人檢舉 或許有人怎麼樣 他這個案子立了之後 他必須要有既定的公文的流程 他不能說 哦好有人檢舉 然後我就不理你 他也很難做這件事情 所以好有人檢舉了 我立了一個案子 但是時機點的確不已啊 就是說你要調查 你要了解 OK可以 可是可不可以 至少讓這個指揮官可以比較 能夠掌握整個全台灣的疫情狀況之後 我們再來處理這件事情 否則我覺得那個對於 不只是對於陳時中的消耗 因為你對指揮官的消耗 就等於對於全台灣防疫能量的消耗 那其實那個影響可能是全台灣的啦 對所以我說是不是高度懷疑 這些監委是在呼應藍營是不是 想辦法要把陳時中拉下來嗎 我現在沒有辦法判斷說 他們是不是要呼應藍營 把陳時中拉下來 但是他們的確在一個錯誤的時間點 做出了一個錯誤的判斷 他們沒有考慮到說 因為你可能的錯誤 他影響的層面 不只是陳時中一個人 影響的可能是全台灣每一個人 對於疫情這件事情的防護能量 這個才是最嚴重的 所以我也希望說監導委員 不要只執著在自己手邊立案的那些案子 你眼光總是要放寬一點 現在大家在意的是什麼事情 然後你必須要用一個更大一點的視野 來看待你手上的這些案子 對的確這些監委有可能 都會去消耗我們的防疫能量 也就是說該急的你不急 不該急的卻急如星火 那特別是我們看到有一些藍營人士 輪不到你打疫苗的時候 就偏偏要搶先去打 那這幾位很多包括前立委丁守中 他就自爆了5月底他在振興醫院 就打了疫苗了 那北市府現在正在調查是否有違規了 但今天又傳出市府追查後發現 這振興醫院當時跟丁守中 同一批施打的名單 竟然高達上百人 民黨前立委丁守中23號才在臉書松口 已經施打AZ疫苗 跟自爆5月26就收到醫院通知 是第一類優先施打名單 沒想到這一報不得了 現在查出有多達百元是同批接種外 北市衛生局清查發現 林鄭夫婦也在振興施打疫苗 而且還有另外8名志工接種 但都不是健保志工 有名嘴爆料有可能是連家人或藍營人士 目前衛生局已經開罰30萬 到底百人名單有誰是否保密到家 說要再查清楚就怕特權疫苗這把火繼續延收 我們看到藍軍之前是一直在批評這AZ疫苗不好 結果就被發現了黃昭順 連戰 丁守中 還有張顯耀這些人都已經打了AZ疫苗 而且還傳出說 同樣這一批跟丁守中一起的 有高達上百人也都打了 其中一位就是在前兩天被發現張顯耀 他也被發現他已經打完了疫苗 結果他還在嫌棄日本贈送給台灣的疫苗 他說台灣這是不要撿日本人不要的AZ疫苗 台灣是疫苗乞丐 疫苗難民 傑民哥這些人講的話會變得毫無公信力 特別是有些藍軍知者 還對於這個之前他們所講的都很幸福 AZ疫苗不要不好就不要打 那現在結果發現原來這些人都偷偷跑去打 那顯然他們的內心會怎麼想呢 他們內心很正直 就是要先打疫苗這件事比較重要 那有一個說法是說 因為他們之所以污衊這個AZ 是因為他們自己想要先打 大家都害怕不打的時候就可以打 所以你如果把時光倒回到今年三四月 我們第一批AZ來台灣的時候 他們是怎麼說的 我們提一下有一位連戰的大公子 這個連勝文 他們說這個AZ附贈送很多 我們台灣這麼多疫苗 為什麼買AZ呢 結果沒想到他的父親就被證明是有打AZ 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覺得真的傻眼 當然我們有三個部分要討論 第一件事情 鄭新醫院到底我們打一百個人 那這個丁守中他自己也自爆 他說因為我是董事 我是第一類 那馬上去查證 其實醫院裡面沒有說董事是第一線的 所以鄭新醫院的問題是不是很嚴重呢 這是另外一個好心肝的翻本呢 為什麼都在台北呢 那為什麼台北就是你去調個名單 馬上這一百個人就現行呢 為什麼柯文哲到現在 還不願意去揭露這個訊息 你還記得當時好心肝炒最熱的時候 馬上我們幾乎手上都有一份 這個第一批的好心肝的名單 漏了一堆名字 那為什麼那時候速度很快 這一次速度卻那麼慢呢 所以議員就說 整個柯文哲的是言辭華麗啊 但是實際上是不堪一擊 讓我們都知道嘛 到底振興誰打了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其實我們談到這個張顯耀 這個太精彩了 其實張顯耀去義大打 就了解恐怕不是只有張顯耀一個人喔 查下去可能有更多國民黨的人 都在義大已經打了 這樣子 對這個事情呢 其實是在上個月呢 其實大概就已經有這個訊息呢 在這個左南地區就已經開始在流傳 那這個議員呢 是準備要參選這個議員 還沒單議員 這位年輕人呢 他其實得到這個資料 但是他沒有公開啊 因為這個事情好 算了就在就疫情嚴重 不想理這個訊息 但是沒想到張顯耀自己又說一句話說 哎呀這是乞丐人家不要的 我們打結果他自己打AZ 所以這個加拿要選議員的候選人 他看不下去 把這個事情給爆料出來的時候 我們才知道又是國民黨 那你當時說這個 這個這個說AZ是乞丐的概念 當然我們先不提那個台北市議員 那個不用講 那這是不是要呼應中國呢 因為中國也說啊 這個AZ疫苗是過期啊 這疫苗日本人不打 哎張顯耀嘴巴這麼說 他自己卻去打AZ 讓我們覺得非常的意外 其實第三件事 我們覺得最誇張的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整個國民黨的態度 我們知道剛才呢 現在要調查就是有關什麼疫苗採購 到底這個順不順 這個到底有沒有這個夠與不夠 剛才小玉特意談到 去年的時候就擔心說疫苗買太多 現在又說這個疫苗是不是不夠 這都是你們國民黨講的啊 去年說這個要發展國內疫苗 現在說國內疫苗不能使用 也是國民黨的 那一樣道理是 我們實在問一句話 到底你國民黨在這部分 你到底是什麼樣的想法 到底應該是什麼樣的意見 我這麼說一句話 張顯耀 如果你有種打了AZ疫苗 你就不應該批判 這個疫苗是日本不要的給台灣打 因為你自己就打 他在做什麼東西 他不會再影響一些人們 對於AZ的一個厭惡感嘛 那目的什麼 就增加你自己國民黨的這個 所謂的聲量嗎 我覺得這件事非常的不可取 我們知道政治人物談論疫苗 我覺得你還是請專家 一起來討論疫苗 而不要打政治口水 但是我們很好奇的事情是說 現在北有振興啊 南有異大 那麼這個 在中南部還有一個雲林 到底整個台灣 還有多少的醫院 針對藍營這些人 可以作為特權還是施打 我們現在看到名單哦 基本上都是比較偏向是國民黨的政治人物 或者國民黨的這些高官們 他們有偷偷去施打這個疫苗 那這裡面我們都很好奇這件事情 國民黨到底在這邊扮演什麼角色呢 一邊要跟中國唱賀 說這個中國疫苗為什麼不進來啊 那一方面丁守中就最大的代表嘛 丁守中就說 我願意去中國 如果中國疫苗來台灣的時候 他願意先打 沒想到嘴巴才說的時候 他自己已經打AZ了 這是什麼樣的態度 我們覺得不可思議 所以綜合的言論 只有一句話 國民黨鬧夠了 真的鬧夠了 你基本上先把你們這些 已經去偷打疫苗 全部開除黨籍 我建議啊 這個將起人硬起來 針對你們國民黨 這些已經有先去偷打了 為了證明你們國民黨說話算話 認為AZ不該打 國產疫苗不該打 這些人先把它開除黨籍 是 所以我們說 其實疫苗是一個科學的事情 真的是不適合把它拿來做政治操作 結果我們現在就看到 這個北友振興董事丁守中 男友藝大廠商張顯耀 那講成這個樣子 結果自己都偷偷跑去打 來余將軍 這對你來講 可以讓他們的毫無 就是變得毫無公信力 他們講的話有誰會信呢 很多深藍的出征我 他就說本來就是疫苗乞丐啊 本來就是疫苗 那你們就拿不到 我就說 如果你們這樣子罵 用力的罵 疫苗就來了 那我跟你一起罵 對不對 我們現在政府採購上 出現了一些困難 那政府採用別的方式 去取得疫苗有錯嗎 難道要我們大家繼續接受 這個現實 這個國際 整個現實的程度 我們拿不到疫苗 大家在那邊等死 大家才開心嗎 政府當然是要進駐班手段 幫全國的人民拿到疫苗 對 那這個時候所有的外交官 他有沒有責任 他有沒有責任 他當然責任賦予啊 你日本的 你在這個立陶宛的 你在美國 在全世界的這些外交人員 你是不是要發揚你平常經營生根的成效 你去跟地方的政府跟他請求拜託 只要能拿到一劑 一百劑 一千劑 一萬劑 甚至一百萬劑 這有什麼不好 這有什麼不好 政府為了人民 你是執政黨 你為了人民 真的叫你去跟人家貴 那也是對的啊 為什麼 我是為了人民 那這個疫苗進來之後 問題在於施打的態度 我們這麼多的去接受施打的一二三類 還有這些長者長輩 你去打疫苗的時候 你有感覺你是乞丐嗎 你要跪下來求醫生才可以打嗎 我沒有看到 反而是他就很親切跟這些 貝貝講 你的身體如何 我建議你怎麼樣打 打完之後30分鐘在這個地方 沒有問題才讓你走 他的態度跟行為並不是乞丐 所以我覺得疫苗本身沒有問題 他的來源如何 他是買的 還是人家資源的 還是人家匯贈的 我覺得這是政府對人民的一種責任 那未來如果我們的疫苗 購買的又大批的獲得 那我們一樣可以對全世界 提出我們對全世界的關懷 所以我覺得疫苗起干 疫苗難民 我覺得這個話題真的要停一下 如果你有辦法 如果你真的很厲害 你透過你的外交方式 幫政府取得疫苗 大家謝謝你 如果你覺得你有什麼方式 可以幫助政府完成這一次的防疫工作 你提出來 大家謝謝你 對的確 現在疫情緊繃的時候 是需要全民上下一心 共同來面對 而不是說在這個時候又去針對這個指揮中心 給他挑三檢四 監委還要去立案調查 來 郭東哥 那在疫苗的部分 也看到了這些藍軍的這個朋友 陷的AZ不好 結果自己都下去打 那再來還被發現 BNT疫苗才說 原來藍英早就知道 希望對岸那邊 不要針對合約 自自斟酌 那不就表示他們 早就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更加讓人家覺得印證是國共唱和 臺北市政府的效力真是讓臺北市民真的佩服 從好心肝 從核心一直到振興醫院 名單都沒有公佈出來 振興醫院一百多年的名單 你都要核對快一個禮拜 你到底在核對什麼 核對中獎嗎 特特特特特特嗎 我就搞不清楚 你好心肝一千多人 所以你在慢慢核對 核心因為裡面有爭議 所以你也慢慢核對 那振興到底是發生什麼問題 顯然振興裡面的特權 去打的更不能曝光 更不能公佈出來 所以才對市民講說 正在比對中 讓他們花個時間比對 哪些是志工 哪些是第一類可以打 哪些是醫護人員 你很簡單就可以看得出來 你要比對這麼久 所以我說要不是丁手中自己講出來 我們還不知道說振興醫院是記著 跟著這個好心肝 跟著核心後面再引爆出來的 一個特權偷打疫苗的 我們根本都不知道嘛 所以從這些問題就可以看出來 很多人嘴巴講的是一套 可是他身體沒辦法去做到的 我經常用零肉分離來講 藍營的這些朋友 那真的是零肉分離 想的是一回事 可是做的又是一回事 但是我比較不客氣講 很多問題 所以有時候我們觀眾聽得比較無沙沙 到底因為你現在政府就不公佈 這個東西給大家知道 你就不知道 你當然聽不懂嘛 我單單舉這個監察委員 要調查陳思中這個事情 那已經是荒唐到什麼地步 我在這裡嚴重的告訴監察業 你們的秘書單位主管 你們必須出來開記者會 跟簽名解釋清楚 監察委員的調查 約刑調查權是依據他的 究極跟彈劾職權來的 因為監察委員是法定 他有究極跟彈劾權 所以他必須要約刑跟調查 公務人員 究極是對事 彈劾是對人 我現在把它講清楚 觀眾才會了解 你監察委員這個時候 你憑什麼可以調查陳思中 講難聽一點 監察委員的調查 是在每一個事件結束完了以後 你才能行使的 就是他們那個委員講的 李一龍講的 疫情還在發生中 你事情在發生中 你怎麼去調查這個公務人 有沒有失職 所以如果連監察委員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職權的使用的話 這個監察院是不是該廢止掉了 所以我為什麼要提醒監察院秘書處 你們要出來開記者會 跟人民解釋清楚 是誰給你們這樣天大的權力 而且事情還在發展 那他收集資料也還沒有完備 今天如果疫情都結束了 為什麼就已經立案了 你要糾集這個單位 你們這樣不對 所以要監察委員糾集你們 如果是哪個官員 你的作為不對 違法失職 我們是彈劾你 處問你 結果事件還沒有結束 立法委員的權力跟監察委員不一樣 立法委員他是執行權 他沒有調查權 他有調閱權 所以他在那裡執行 陳時中你這個縱罰不對 怎麼只能光是嘴巴講 他沒有實際去處分陳時中的權力 這兩個權力是不一樣的 結果我們現在監察委員 連這個都不懂 不管說是外面傳出來什麼 至少你們要外面跟人民解釋 監察委員的調查 院議調查是根據兩個來的 第一個是人民檢舉 所以我立案調查 一個是什麼 監察委員自己提案調查 這兩個 這都是流程裡面法定的東西 結果現在怎麼搞的 疫情還在發生中 陳時中還在指揮 你們要調查他有沒有失職 你們要調查他有沒有違法 你的權力是從哪裡來的 所以我說已經符稿 要讓人家不能冷說 監察委員你要好好解釋這個事情 像全民在看 尤其現在變種病毒又出來 更嚴重的時候 你在這時候來繳集繳這個局 你繳集的意志在哪裡 如果是真的因為 有藍營人士要提案 要這樣調查的話 那我們就要追究說 那你監察委員到底受理哪些人 受理的 你是怎麼受理法的 所以不要以為監察委員 之前大到膨脹到 讓人家說不能接受 為什麼人民希望監察院要撤掉 繪止掉 當時就去派新的委員的時候 大家就講正趁這個時候 趕快把它停止 如果你們這樣搞法 讓疫情更失控的話 我看人民一定講你這個事件 不停止不行 不停止不行 所以我說我們把這些事情都講清楚 觀眾才會瞭解說 現在是在流什麼問題 流到這樣 很簡單的名單公布 你們不公布 這種事情這麼複雜的事件還沒有結束了 你們在這裡拼命 還在立案 還在立案要調查 誰經誰中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來 怎麼放